Hello 歡迎來到我們即場Marketplace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香港試管嬰兒中心的林淑儀醫生 和我們的嘉賓去分享一些關於試管嬰兒的專業服務 還有我也知道林醫生在尖沙咀也有屬於自己的中心建立 一百年尾開始 因為我為何在苦科裏我特別選擇了特別興趣做試管嬰兒 是 試管嬰兒是生育輔助的療法裏面 對於不孕的終極療法 是幾乎全部關於不孕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即是男性生殖能力出了問題 或者一些卵巢卵子的問題 是否都透過這個方法可以解決到 沒錯 一個夫婦如果想懷孕 最基本在女性方面就要有正常的排卵 書卵管要暢通 而男性方面起碼精子質量要正常 如果一個女性是書卵管兩邊都閉塞 或者是切掉去 或者男士的精子質量差得很厲害 是否像朋友說不夠活躍 對 包括母精、小精、K精 那些精子活動能力很差 如果沒有小嬰兒治療 根本幾乎可以說是不可能懷孕 沒有可能成人不行 對 沒錯 所以其實試管嬰兒最初是專門為 那些書卵管有問題的女性而開始 我其實早在1986年已經去到澳洲密尼泊大學 就是Melbourne University 專門去學試管嬰兒 那時候其實只是用一些叫卵泡刺激素 刺激過卵巢出很多顆卵子 然後將卵子用手術拿出來 處理過精子在體外 即是在化驗所裏面 最初因為在試管裏面進行 所以叫做試管嬰兒 現在已經不是的了 用一個碟子的 培養了胚胎之後 然後將第二天的胚胎放回子宮裏面 這就等於擺趴在書卵管 我經常說笑 就是等於牛郎積女 不見了一條雀橋 現在抓牛郎積女 不用怕雀橋 就放在一起 這樣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時候因為沒有冷凍的胚胎的技術 所以剩下的胚胎就全部丟掉了 很浪費 如果再想不成功 再要做第二次要做頭打針 所以是很浪費 因為有快速的玻璃化冷凍技術 即是Wightrification 現在這個是改良版本 成功率是很高的 冷凍之後解凍的存活率很高 這樣就好很多了 刺激了一些卵巢 出了很多卵子之後 變成很多胚胎 就可以將它冷凍起來 然後遲些做一個叫凍溶胚胎 即是溶了之後再放回子宮裏面 這樣譬如第一次 譬如不成功 又不用再由頭打針 就可以拿回凍溶胚胎解凍 如果成功了 特別是年紀大 很大可能會有流產出現 又可以不用再打針 又可以拿回凍溶胎解凍 甚至如果成功懷孕 懷胎十月生一個寶寶出來 那個寶寶很有趣 想多生一個 如果還有冷凍胎症 也不用再打針 可以拿回凍溶胎解凍 所以真的造福了很多不育的女性 我見有些朋友好像年紀比較大 是高齡產婦 通常都用這些方法想成人 是否也是很普遍 年輕的夫婦是否少用這些技術 譬如我剛才說 如果輸卵管閉塞 當然要用這些技術 無論是甚麼技術 但最緊要之外 除了輸卵管 難道第二個最頭癢的問題 就是很嚴重的精子質量問題 精子質量問題 有些真的差到不順 譬如現在形態問題 100條精子有4條正常 已經判這個人正常 但也沒甚麼人正常 96%不正常 你怎麼當你正常 但很多時候是1% 2% 少於1% 真的很多 所以這些就很難搞 而氏菌移就是有一個新的技術 所謂第二代的氏菌移 第一代將精子質量放在碟上 讓它自己走在一起 第二代就叫X 即是細胞張單精子注射 即是XICSI 即是把一條精子在顯微鏡裏面 打入卵子裏面 打入卵子裏面 可以選擇最帥仔 最聰明 最快的一條 切其其次 就不用它很辛苦地走入卵子裏 即是大人花抬進去 這樣就變成受精率很高 然後再放入卵子裏面 幫助很多精子很差的人 其實很重要 當年我在澳洲 Melvin的時候 因為很多地中海的人 例如希臘巴 佗奇那些 很多時候有多狼腫的卵巢綜合症 即PCOS Polycystic Overe disease 這些人的特徵就是 你一打卵胞刺激素 會飆很多卵子裏面 可能是1個 2個 3個 但是如果丈夫的精是極之差 可能是1個都受不到精 即是一樣不去懷孕 很沮喪 收2打出來 1個都變不到胚胎 所以現在有X 就是這些多狼腫癮的復性 真的立刻創了很多 那男士這邊的精子 聽你這樣說 林醫生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4%都叫做正常的精子 其實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幫助 一些男性裏面的精子活躍程度 或者質量可以提高 我覺得現在這麼差 就是很多原因 可能是包括那些飲食習慣 煙酒 睡得不夠 整天搞很多電腦 電磁波 或者吸收到很多 譬如塑膠 塑料 毒素 輻射 各種各樣原因 都會有影響 遺傳會不會 我覺得吃煙的影響 都很大 吃煙 其實把這些 戒掉不好的習慣 做運動 早點睡 都有時會好一點 另外可以吃一些忌廉 譬如一些精子 游得很慢 可以吃一些星 那些 是會幫到一些的 另外就是可以做IUI 即是洗了精子 然後選活動力強 才放回子宮裏面 試管而除了這個X 這個進步 另外就是狼杯 以前是放第二至三日的杯胎 現在通常我們會盡量 可以放到第五至六日的狼杯 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一半的杯胎 味道狼杯就已經死了 即是質素比較差 所以變得到狼杯 都是一半的杯胎 所以就會容許我們 只放一顆狼杯 那就不會多胎 因為以前 因為受驗率不太高 傾向於放多些杯胎 萬一那些杯胎 如果成功做到床 會變得多胎 那就變了很多後遺症 另外就是狼杯 就可以容許做這個 直入前的診斷 就是研究杯胎的染色體的數目 還有有沒有遺傳的病 還有有沒有染色體結構性的問題 然後將一個正常的杯胎 放回去 將篩選了一些不正常的出來 會增加成功懷孕率 還有減低流產率 也減低這個遺傳病的內在相傳 所以是很有用的 另外現在的冷凍杯胎的技術 不只是冷凍杯胎那麼簡單 可以用來冷凍卵子 精子 又可以令到一些女性或男性 暫時未有空 繁殖下一代的時候 就說定一些卵子 特別是女性 隨著增長一些 那些卵子會老化 會老化 可以預先說定先 去保存生育能力 還有 亦都容許一個 捐卵子精子 捐胎的過程 所以最初的小兵兒 實在進步了很多 最初小兵兒的成功率很低 百分之十了 現在至少百分之四十 甚至再高 還有令到一些年紀大的女性 四十多歲以上的女性 都有機會受人 所以其實對不孕婦就是一個很好的 很大的希望 因為剛才林醫生說到 坊間他們有一些名人 也有一些藝人 很多朋友都透過這些方法 令到自己可以成人到 林醫生 我也知道你 在18年的時候 在尖沙咀 建立了小兵嬰兒的中心 現在那邊的規模 還有現在的服務提供是怎樣的 其實這個中心很大的 大概七千呎左右 是一個一站式的小兵兒中心 病人由接待、診診、輔導 一直到小兵兒療程 放胚胎、冷凍胚胎 都全部是一滴過 在我們中心可以進行的 這個中心有很寬闊的等待位置 還有那些診診室、輔導室 全部都有隔身設備 包括保護病人的私隱 另外我們有先進的超聲波儀器 還有胚胎試驗室 還有入手術室 我們都有air shower 即是除塵的風目室 盡量做到最乾淨的水準 胚胎試驗室也有24小時 全天後監察胚胎的time lapse machine 另外我們也有配備了子宮盔鏡的儀器 如果需要做 因為很多時小兵兒的 例如放了杯子後 鑽不到床 或者見到一些子宮癌網 有些蜥肉的小問題 如果清了之後 成功率會高很多 最近第五波疫情 COVID-19真的來勢洶洶 我們盡了很大的努力去保護中心乾淨 我們用1-49水洗完之後 再用180度的蒸氣 蒸光整個中心 然後加上用納米的白金光中煤去塗層 去放在風口、入場、傢俬、文具、電腦 全部都噴光整個 衛生程度很高 務求令員工和客人都安全 包括我在內 所以我們現在拍攝雖然沒有戴口罩 但我們都檢測了 亦都保持健康 在疫情下 仍然可以繼續努力工作 林醫生 不知道做這些治療 整個Couple裏面 做完這個服務之後 可否Claim保險 例如醫療各方面 可否使用到 這就是要看看它是甚麼保險 大部分保險 我覺得不包 香港保險很多時候 就算生嬰兒也不包 但冷凍卵子那些 如果是社交原因 即是因為社交原因 而說的 就一定不包 不包 但這些不是醫療的 因為不是醫療 因為是社交原因 因為社交原因 林醫生 我們剛才談到 試管嬰兒中心 和你自己的專業 除了你自己作為醫生的角色 我也知道你十多年前 都投入了慈善事業 那些是怎樣的 是的 因為我覺得 作為人快樂之本 還有有能力幫助人 就應該幫助人 所以我在2006年 7月在荷蘭 建立了一間小學 還有十年後 一位校長說 有一個畢業生 入了大學 而沒有錢讀書 我都幫他 四年的大學教育 我都給他錢 完成了 另外在2007年 一直到現在 我都有幫長者安居服務協會 一線通平安中的服務 給老人家可以有這個服務 還有因為我幫他 他們都是贊助我做這個 Caring Company 由那時候開始 所以我今年 已經拿到第15年的Caring Company 十五家 很長時間 很榮幸 很開心 另外在2010年 我就是 Under Section 88 做了一個林淑儀醫生基金 會有限公司 其實是沒有叫人捐錢的 我自己把錢放進去 這個慈善組織NGO NGO 雖然捐錢是免稅 但我從來沒有犯別人的捐錢 另外在2015年開始 事到今時今日 我都有幫這個 基督教正身書院 那些吸毒的青少年 因為我最初成立基金的宗旨 就是幫助我 有需要的長者和青少年 另外在2018年 我就捐了180多萬 去給輪舍輔導會 幫他一間 其實是雙殘長的日間護理中心 就是裡面一些 院友是中道的殘缺 其中一半就是有些腦退化症 我就是幫他添置了很多先進的儀器 幫他們復康 還有可以減低痛症 那些最新的儀器 來提升他們的生活 質素和更健康快樂 還有在去年開始有這個疫情的時候 其實是2000年 我就捐了很多口罩給他們 後來疫情更好 去年的12月 我就和一些義工去探訪中心 和老人家玩遊戲 毛巾粗 他們都很開心 那這個輪舍輔導會中心在哪裡 在屯門 在屯門 一個中心 在屯門 是一個新的屋邨 所以我也很開心可以幫到他們 然後上個月 因為這個第五個疫情實在太厲害了 我立即捐了200個快速的病院 是的病院的測試給他們 就是這個Launce那個 就是給他們用的 希望他們可以健康和快樂 林醫生 你自己本身做事館嬰兒的專業 亦都有這麼多時間 去從事一個慈善的工作 最後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平時的Work-Life-Balance 又要工作又要顧及自己的事業 自己的Family 怎樣平時平衡管理這麼多不同的事業 這個其實是要時間管理 時間的安排 我好朋友笑 我在做20世人的事 我說大概10世人左右 我可以同時做幾件事 做兩件安排好些 所以我覺得 還有這個幫人 其實攝拼兒也是幫人的 你見到她有個嬰兒拿回家 有時候我真的很開心 和她一樣這麼開心 另外幫人 做善事是幫人 其實我覺得是 對健康是好的 不會影響我的健康 是會令我的健康更好 所以今天很多謝 林醫生來和我們分享一些 關於自己做慈善的服務 和自己的醫療專業裏 一些少許的分享 那下面好像也有 林醫生你的網站 是嗎 是啊 如果你想看到我們中心的設備 就是www.hkivf.com 裏面也有些醫學資訊 亦都有我拍攝了的 13條關於事本嬰兒和書館的YouTube 各位可以去那裡看 所以各位朋友 無論你想學一些慈善方面的知識 或者想了解一下這個事本嬰兒的服務 幫不幫到你 或者幫不幫到身邊的朋友 都可以在下面的link 和林淑儀醫生自己的YouTube 可以指教學這些專門的知識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